这几天的娱乐圈为什么这么动到,为什么什么小事情都能上热搜,为什么动不动就能在热搜报个一两天,这些为什么,国婆觉得大家都清楚,可没有办法,有些事情,我们这些老百姓没有议论的权利,但天道好轮回,有些是有些人,总是会遭报应的。 虽然有些大事情,我们没有权利议论,但这不代表,在网络发达的现在,有些人的黑历史,就应该被掩埋,这部,昨天某平台的一线主播,被挖出来大量侮辱献烈的言论和视频,主播陈一发,曾经在直播的时候,拿南京大屠杀的斯纳者开玩笑,事情已经曝光, 又有网友去发了一下陈一发的微博,没想到,这一下彻底把陈一发推下深渊,才过去几年的微博里,要吗,是帮日本首相说话,如果这一段还算是个书几件,言论自由的话,那后面的这些话,真是白国这么大了。 维护别国首相的时候,有力有志一份填膺,说毛主席的时候,却是一副本来想看好戏,可是好戏却不如意的态度,别人都在开不转不是中国人这样的玩笑,他偏要逆流而上特立独行,说,不转下辈子还是中国人。 姑婆不是那种盲目的人,但如果你真的这么不喜欢中国,你也赚够了钱,可以出国了吧,如果上面的这些言论,还可以用开玩笑来解释。 那这段说,革命先烈是傻逼老红军的话,可就怎么都洗不白了,其实有时候我真的不明白,你看美国人也会说自己不喜欢川普,不喜欢奥巴马,再怎么都不会拿过去战争的英雄们开玩笑啊。 后来,他在天安门门口攻击,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视频也被挖了出来,如果说2011年,2010年陈一发还只是一个小孩子,那三年前的他,怎么还能这么智障,一边直播还一边用游戏里的角色模仿参办晋国神社,你老祖宗知道都要被你祭死。 后来,陈一发被共青团中央点名了,参考了一下之前被点名的朋友你们就知道,他肯定良透了,果然,虽然陈一发迅速的在微博上发表了道歉声明,但因为陈一发而变得岌岌可畏的斗鱼,也果断的选择抛弃了这个猪队友,没有为他做一点辩护,而是直接让他从斗鱼滚蛋,这样的处理结果的确大快人心。 可还有一些陈一发的粉丝不死心,不明白为什么陈一发的黑历史,会突然被人拿出来说,是,像陈一发这种情况,的确不排除是有人想整他,但我想很多人都没有搞明白一个道理。 那就是,要想人不知,除非寂寞,就像杨幂炸针的事情,如果当你杨幂早一点把慈善落实到实处,又怎么能有人时隔几年以后来翻他的这些历史呢? 黑历史被人翻出来,第一反应不是反省这个偶像能不能混,这个偶像做错了什么,而是先替这个偶像鸣不平,觉得他被人整。 也难怪你们的偶像会有这么多黑历史了,不找自己的问题,只怪倒水泥和打别人路上,难怪你不会践步。 所有有理性的人都应该想一想,为什么别人的偶像没有事,就你打偶像出问题。 我记得,之前,言情界的大大写手斐沃斯存斯如意传的原作者抄袭的时候,也有很多网友质疑他,为什么要现在才说自己被抄袭的事情? 你是不是就是想蹭热度? 当时斐沃斯存说过一句话,我到现在都觉得很有道理,打你就打你,还要选日子吗? 对啊,斐沃斯存才是作品被抄袭的那个人啊,他前面没有撕你,可能有许许多多的原因,但他现在撕你抄袭,明天撕你抄袭,后天撕你抄袭都没有问题,因为你就是抄袭了。 无论什么时候撕,你抄袭的事情都成了历史,永远都被人揭在心里,原作者每次你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,你迟早有一天会被人撕。 最可笑的是,居然连错别字,都原封不动的抄稿,这神一般的操作,简直就是写自己抄袭的不够明显,连度娘一下踩一下原具都不愿意。 这么懒的人,这么不愿意原创的人,不思你思谁,现在的娱乐圈,很多人动不动就说自己的爱道是挡了别人的路,所以才会被人黑。 这个郭婆是真的看不明白,你说,陈宽当年多红啊,他为什么没有被人黑? 陈道明和吴彦祖红了这,莫多年,为什么没人黑? 总觉得,好像很多人一直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,你被人黑不排除,是因为你太红,因为你资源好,因为你好看,但你之所以会有黑料流出,的最重要的原因,难道不是因为那些黑历史本来就是你自己做的吗? 唯不,' 咯嘻 咯? 咯?